今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的投票日 這次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可以說是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局面 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它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經完善之後 可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在這個制度之下是首場的選舉 這場選舉亦都會為未來的另外兩場選舉打好基礎 即是說在今年12月19日的立法會的換屆選舉 和明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 所以今早在投票未正式在九點鐘開始之前 我就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來到這個五個投票站之一 是和那些同事打氣和了解一下 在這次選舉裏面的幾項新的優化措施 一向香港的公開選舉都是以公平公開公正 廉結和誠實見稱的 亦都是我們引以為傲 我深信這場選舉經過了各方的努力 亦都會是一場公平公開誠實的選舉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場選舉的有多重的重大意義 我們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有一些反中聯港人士 藉著香港的公開選舉進入了我們的政治體制 在議會上是採取一個泛政治化 可以說是反對政府 亦都是反對中央的立場 厚程度上是疾愛了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的發展 經過今年三月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為我們先後作了個決定 和通過了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我們現在就有一套完善的選舉制度 這套選舉制度是可以確保愛國者治港 亦都是說我們可以回復到一國兩制的初心 這個選舉制度亦首次引進了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擔當好這個把關的工作 任何不符合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都不能夠參選 從而可以確保到愛國者治港